大家好,我是Aaron 欢迎大家来到Math学院和我一起学习HBase 那么我们的课程正式开始 这是我们的本节课程大纲 首先是HBase简介 然后是HBase使用案例 最后是HBase为分布式环境搭建 那么我们在讲HBase之前呢 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HBase 那简单点说呢 HBase呢是基于Apache开源的KV型数据库 它是基于谷歌发表的一个一篇叫做 Big Table的一个论文 而设计出来的 它是建立在HDFS技术之上 那当然它提供了一些高可靠 高性能列存储 可称说40多起来的数据库系统 当然它基于这个NoSQL和关系数据库之间 它有一些特点 它是仅能通过组件 Rookie和组件的范围来进行解锁 仅支持单行事物 那如果说你需要用一些复杂的SQL去查询的话呢 那你可以通过使用HELL或者使用PIG来做都可以 主要用来存储非极构化和半极构化的松散数据 那它与Hadoop是一样的 HBase的主要目标 要依靠横向扩展 通过不断增加廉价的双用服务器来增加计算和存储能力 那这也是HBase的一些简介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和Hadoop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一层 上面这一层 是我们的HBase 下面这是Hadoop的HDFS 我们可以看到 HBase所有的存储 它是通过它自己实现的一个DFS client 这个接口把最终的数据存储到HDFS Datat node之上 那通过HDFS的这个自动复制 复本的这种特性呢 HBase就可以保证数据的不优失 保证它的这个高口号性 那么HBase有什么特性呢 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一下 它的容量很大 那单表可以支持百亿行 百万列 那这种数据量是非常大的 它是面向列的 那我们这个关系数据库呢 一边是面向行的 它这个特点是 它是面向列的 当然说你可以通过列足 做一些权限的控制 你也可以动态增加这些列 它的吸收性 也就是说你存一个浪进你HBase的话 它是不但有任何空间的 它是扩展性 你如果说你需要增加HBase的处理能力的话 那你只需要去增加一个Braser server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要去增加HBase的它的一个这个存储能力 那你去增加一个Data Node就可以了 那高线呢 HBase特有的这个LSM数据可以结构 它可以通过RuleK呢 来进去快速的查找 那这是HBase一些简介 那目前互联网当中呢 有哪些公司呢 在真正的去使用HBase呢 我们可以简单去看一下 HBase是阿里大数据应用 这个淘宝网 大家都很熟悉的 淘宝网 这些都在里面去买过东西的 那么淘宝网 它怎么去使用HBase数据库 那根据淘宝网的一些相关资料介绍呢 比如说它的一个淘宝内的所有的商品搜索 它商品搜索一桃 以及我们在淘宝网的购买历史记录 以及你在淘宝网点的任何一个链接 任何一个界面 它都有这种历史行为 用户行为这种日记录 那它通过这些记录呢 可以进行数据挖掘 那这淘宝网使用HBase一些核心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淘宝网最终存储数据地方 它通过HBase来落地的 当然可以看到 它这些什么属性交易等等这些 那这些在前来展现的是相当于我们一个网页 那最终存储呢 是基于HBase来存储 它之前呢 它为什么放在HBase呢 不是放在这种其他的 比如说MySQL Oracle这种网 这个是它有一定原因的 那大家知道之前淘宝网 它的数据库呢都存在这个Oracle里面 然后随着这个数据量越来越大越来大呢 Oracle的这个性能呢 急剧下降 最后呢 他们这个也是通下决心的啊 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数据啊 这种类似数据啊 都换成HBase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个HBase在腾讯 它怎么去用HBase 腾讯呢也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互联网公司了 在国内呢也是随一随二的 那它用HBase做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 在玩腾讯的QQ游戏的时候 你每次触动 每一个按按按键 每点一次鼠标 每按一次键盘 它都会给你做个记录 那当然这个记录的目的是呢 为了为了给它的游戏呢 做很好的推荐 比如说你喜欢玩某某游戏 当这个游戏有某种活动的时候呢 它根据你的行为呢 来推荐一些新的 这个营销活动给你啊 这样的话 就帮助它的游戏呢 更好的去适应这玩家 那腾讯呢 还有一个很大的业务 就是它的广告认识处理了 这它也是把它所有的这种广告请求啊 全放在HBase里面 它的业务受理查询啊 那之前这个根据腾讯介绍 它之前的所有的业务受理啊 比如说你去办某某这个开个会员啊等等 它把它所有的业务关系啊 都存在MySQL里面 那随着这个它的业务量逐步增大的时候 那MySQL单表啊 已经承受不了了 那它改成这种什么分库分表 那这之后呢 依然承受不了这种查询的压力了 最后怎么办呢 它全部签到 它的这个HBase了 当然它它名字不叫HBase 它只是改了个名字啊 那最后呢 它的微信支付 呃 现在微信这个很很火的 那你做任何事情 它肯定要留存一笔日识 以防后续做对上查询 对吧 那你这个支付一下过后呢 日识成哪呢 日识就存于它的这个HBase 可以看到 它的HBase位置摆在这边这地方 目的是什么 它提供实施查询 那比如说你说你这个通过微信支付了一笔账单 对吧 然后呢对方说没收到 那这时候你可以看你们日识对不对 那如果说它不提供这种呃实施查询的话 那你说你这个等了好几天跟我才能查到 那这个肯定是不能被用户接受的 我们再看一下 你的消息呢全部存储在小米的服务端 而云端 这时候它的所有的消息呢都通过HBase来存储 当然说还小米的云服务 比方说我们的短信啊 啊这个通讯录啊通话记录啊等等 它小米都会将这些记录呢 存于HBase客户端 HBase服务端啊 还有小米推送平台 那小米呢 它也会给其他的用户呢 推送一些这个信息 那它在推送历史的什么地方呢 它也是存于它最底层的一个HBase 小米的监控平台 他说小米呢 它基于HBase应用呢 做了一个很好的监控平台 它的监控平台还是很不错 它目前已经开源了 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小米监控平台 它是基于HBase做一些这个查询啊 存储啊 做得非常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互联网上公司 基本上都在使用HBase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很多公司呢 都积极去做 把它之前的现有业务 都往HBase去签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目前HBase这么火的原因呢 因为互联网的公司 基本上都在使用HBase HBase啊 这个是避火的 那 HBase这么好用 那我们在哪去拿HBase呢 我们可以在 它的官网 阿帕西官网去拿到它的HBase 那拿完HBase过后呢 怎么用呢 目前HBase呢 它分为几种运行模式 一种是单机模式 一种是分布式模式 分布式里面可以分为尾分布式和完全分布式 那如果说单机模式呢 那它就是一台机器 那这个仅仅为了使用 仅仅为了使用 那尾分布式呢 就是说它已经具备了 这个HBase的所谓特性 它只不过呢 它是在一台服务器上面 那它一般的话 我们一般的用尾分布式呢 给研发做些这个 测试啊 开发用 它也是完全分布式 这完全分布式呢 就是说你所有的这个 比方说我们的HMAS HRaging Server 它都是在单独去部署一台服务器上面 那这样的话 如果说你这个需要增加它的这个处理能力的话 那只需要去增加服务器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从它的官网 APA系官网 怎么去能够拿到HBase 那我们可以接触3W点APA系 那就是因为 因为HBase呢 是APA系下面的一个开源项目 那它毕竟在APA系官网下面 我们可以拖到最下面 看到没有 这个有个它有个字母 索引H 我们可以点到HBase 这个时候呢 就进入到HBase的官网 那这官网上有些介绍 我们可以拖到最下面 有download 我们可以进去看 点进去过后呢 这里面呢 它会有一些这个站点啊 HGP站点 或者它的备份站点 那我们比方说我们点第一个站点 这个网络是有点没有 我们点下面看 是不是会快点啊 下面会快点 那你可以看到 你点完过后呢 这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 有这么多HBase呢 可以去选择 那最新版本呢 是什么 是05年的 15年的 10月10号 0.98.15 那这个最新版本 其实是1.1.2 它这个日期 这是最后修改时间啊 那么我们一般的呢 不是推荐 你是使用最新的一个版本啊 因为这个最新版本里面 首先如果说出了问题过后 很很很难去找问题 网上也没有相关的资料 那么我们一般推荐你去使用一个中间版本 比如说这个目前是1.1.2 那我们推荐你使用0.98.15 这时候呢 你就算出了点问题过后呢 网上资料还是比较多的 那比方说点到0.98.15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这么多这个文件 我们该去选择哪种呢 比如说 0.HBase-0.98.15 -Hadoop2 它这个是什么 它这个是说 你这个HBase-0.98.15呢 它是基于Hadoop2 编译成功的 那也就是说 那也就是说 你这个 这个Hadoop 这个HBase呢 必须运行于Hadoop2.0版本之上 那这个呢 是 Hadoop1.0版本 如果说你的基于Hadoop2.0版本 那你就选择这种 这是它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那如果你的这个 你想自己去编译的话 那你就下这种 HBase-0.98.15 -Src.ta.gz 刚这种 那这种的话 你自己需要去编译了 它编译过程中 它会自动去 去下载一些 这个依赖包 这编译时间 大概四几分钟 这个我编译过了 因为它是国家里 去拉一些这个架包过来 这个比较耗时间 这是它的一些这个 版本介绍 那如果说你在使用HBase过程中呢 遇到问题了 你仍然可以去联系 它的一个team 可以看到 下面它有个team 这它的一些成员介绍 这是它的一些committer 那你可以给它发邮件 把你一些问题想法 或者说你的目前 这些这个版本上出现的问题 你可以跟它们进行交流 当然可以看到 这是后面它的公司名称 那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小米呢 它使HBase使用的比较好的 也可以看到为什么 它其实它也是一个 HBase的一个committer 它会定期的去往HBase 去贴这些圆码 比如说它在使用过程中 发现HBase呢 有些问题过后呢 它经过内部的测试 验证过后呢 它会把这个补丁包呢 提交给这个Alpha系的这个官网 用它们来进行核实 说什么时候放到什么版本 什么时候开始发布 那这就是committer的作用 那这是我们对于HBase呢 一些简单的介绍 那说完这么多呢 对于HBase怎么去安装呢 它就会安装指南 那么我们在下一节课当中呢 去给大家讲 HBase为分布式环境 咱们去搭建 对于HBase